歡迎 持續鎖定今新聞調查報告 今天節目錄製 前一直有同仁問我說 今天是要訪問唐鳳嗎 可見我想現在 如果做一個民調 他可能比很多參選人的受歡迎度都要高 我們歡迎唐鳳來到現場 歡迎部長 久前你好 之前我們認識您的身份是政務委員 但是現在是數位發展部的部長 但我第一次聽到的時候 不知道為什麼我先聯想到這個 哈利波特裡面的魔法部 但這也顯示說 其實觀眾對於數位發展部的 這個執掌都還不清楚 那我們請部長跟我們一起 先來看一下這個數位發展部的官網 看一下有哪些核心業務 就包括了這個數位策略 數位政府 民主網路 資通安全 總共八大項 那看起來是只要網路跟數位 有關的都是歸你管 那這八項每一項業務範圍都很大 那以數位政府來說 數位部的網站也有一段 你行動簽公文的影片 那你就是坐在車上 然後透過認證 就可以輕鬆地簽公文了 這在公部門來說 當然是省去了很多的時間 特別我確診的時候 關在家裡七天 只能這樣簽公文 是 不過其實你當初接政務委員 這也是你的第一個條件吧 就是你要能夠隨時隨地都算在上班 就是在哪裡上班都算上班 對 那接下來這個是現在部會都會普遍這樣做嗎 尤其數位發展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資安 我們在家裡 我在家裡七天沒有請假 都簽公文 可是他就是要確保一個叫零信任的架構 就是不能因為說這個人進得了辦公室 你就相信他是他所宣稱的那個人 而是說包含我們用行動自然人憑證 要感應我的指紋 在我的平板或者手機上 要確保這一臺機器沒有被入侵 要確保他的連線是安全的等等 所以每次去簽公文的時候 都要重新做這三觀的確認 所以任何部會如果要導入 這種遠距簽公文的基礎 他首先就是要把這個資安的建制做好 那這樣子就是不是不能普遍 所有的部署或員工都做到這部分 因為可能每個人家裡的機器跟網路 你都要非常的小心 對 當然如果有就是像我 是有一個專用的辦公用的SIM卡 辦公專用的載具 然後上面也不慣什麼別的東西 那這樣當然是比較安全的 那當然也可以透過 好比像一個叫MDM 就是裝置管理的系統 來確保說即使是你個人的載具 但是他就被徵收來當作公務的使用 也不能貫新的東西等等 就是說都要導入這一類的技術 才能夠確保說這個載具連線 跟人的身份認證都是安全的 所以感覺起來這個數位發展部 在數位政府上 這個部就是一個領頭羊 除了這樣子的行動簽公文之外 你想像裡的未來的數位政府 又會是什麼樣子 是我覺得我們在疫情期間 其實大家都有體驗到 不管是上課或者是看診 甚至健保卡 也可以用虛擬的健保卡等等 所以有很多服務 大家一夕之間 因為就像我確診七天 我什麼都必須要在線上做 大家就發現說 原來線上也還蠻方便的 但是並不是在臺灣的每個角落都這樣子 有一些偏鄉 有一些離島 目前他的收訓的狀況 我們還在逐步的改善 所以第一個最重要的 就是一個普及的接取 確保說在臺灣的任何角落 甚至是玉山的北風等等 寬平人權 都要有寬平 寬平人權 這個是非常重要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如果是碰到像最近有地震 或者颱風或者其他的 不管天災還是人為的 那我們要確保說 他的網路有各種不同的 我們叫多元抑制 就是有各種不同的 接取網路的方法 所以如果光纖或海濫 或行動網路 任何一個他因為災難的關係 受到了影響 對 那我們還有別的 接取的方法 甚至透過像衛星 低軌的中軌的非同步衛星 可以立刻就切換 在這個中間不會感覺到 延遲或者品質受損 那這都是數位發展 不要負責的部分嗎 對 像剛剛講到的部分 就是任性建設 我們有一個司 專門就是確保說 在各種各樣的地方 都可以無縫接軌 去接取到網際網路 這很不容易 因為其實你要 包括軟體 包括硬體 包括人 包括機器 全部都要聯繫得非常順暢 包括資安等等 都要搭配 但是我們也很好奇 就如我們剛剛說的 這個數位發展部 對大家來說都還很陌生 那就會有一些比較特殊的想像 你剛說之前這個臺南的 這個縣長蘇患智 前臺南縣長蘇患智 他就說這是假數位之民 行監控揚網軍之時 然後就覺得你好像變成 一個網軍投資了 你要怎麼對這樣子的誤解 或是想像做一個回應 我想資通電軍是國防部的編制 沒有錯 那是抵禦外務 當然資通電區不會住在數位部 那是國防部的編制 但是我們在資安上面 有任何因應需要聯防的事件 甚至跟國外聯防 我們都會保持密切的關係 但是我想大家問的 並不是資通電局 或者資安聯防 或紅隊演練 大家問的是 我們會不會守行政中立 那在這邊就很明確地說 因為我自己沒有黨派 所以我絕對恪守行政中立 那而且之前數位部 大家會知道說 我們有用一些約聘 雖然現在大概才三十人左右 並不多 那但是大家也會覺得說 那這些約聘是外面進來的 他會不會守行政中立 是一個問題 那這邊也要報告 就是我們所有的司長跟署長 就是我們這些常任文官 立法院有授權 我們可以用外面的人 就是用教授 副教授 這些專家 但是目前我們的司署長 全部都是常任文官 也是恪守行政中立 所以這些約聘的人 是在他們的指揮之下 去開的區域 去監督 所以我就再三地跟我們同仁說 我們是讓這些常任文官 來監督審核我們的約聘 當然也包含其他部會來的 這些事務官的工作 那尤其是在靠近選舉的時候 我們就是恪守行政中立 但是的確其實還是很難避免 外界的質疑 因為這樣子的所謂恪守行政中立 他真的是一個很主觀 很自我要求 你去審 要可以怎麼審 他有客觀的 好比要行政中立法 就特別要求 那是真的要違法的時候 你才可以去處理嗎 特別要求說 就是公務員 他不能夠在他的職權上面 去為了要讓人當選或不當選 去張貼 圖畫 文字什麼之類的 那這個就是規範住了 像您剛剛很多朋友的這種質疑 說會不會去做一些操作等等 但其實我們抵禦這個外務 跟這個聯防強化資安 特別是產業資安都來不及了 其實我們並沒有沒有空 去做這種選舉操作的事情 那尤其是我也最近看了 很多各黨團的立委 其實他們都發現說 我真的就沒有黨派 對我來講 並沒有特別覺得要去照顧 哪個政黨 或者是哪個派系的這種利益 所以我覺得很明確的跟他們講說 雖然當然政務官理論上 好像下班之後可以服選 但是我不管上班下班 都絕對不會介入選舉 是 不過其實唐鳳自己本身 在網路上就是一個超級話題 然後也有很多關於你的都市傳說 什麼腦婆什麼的 對 就是腦婆 其實像今天就有同事說 你訪問完的時候 來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到底有沒有覺得腦婆被控制 其實這已經是個很老梗了 其實是 對 對 然後已經做了很多很多梗 不過你自己是很能接受這樣子的二創 那所以你也覺得這樣子是 這種幽默感是對抗假訊息的一個方式 但是我好奇的是 每一個假訊息都可以用這樣 幽默的方式去對應嗎 比方說前一陣子 這個中醫院議長裴洛西來的時候 就我們的飛機被擊落的這個假訊息 像這樣子你可以用 你可以想到用什麼幽默的方式反擊 或者說以後可以數位發展部這裡 可以負責的是什麼 跟我比較有關的 就是那個所謂的網站這個被戰線嘛 對不對 那當時我就是說 那你一直打電話 去把電話戰線 不表示說這個電話系統被入侵嘛 那這個大家一下子就聽懂 就明白了 就是說我暫時讓這幾個官網連不上 不表示說這幾個官網有什麼機密 我還寫是完全不相干的事 因為人家想要達成的目標 就是讓我們自己嚇自己 心戰就是發生在大家的心裡嘛 所以他其實只是癱瘓個幾分鐘 但是希望大家理解到說 這個其實只是電話戰線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如果真的達成了 就是用一些比較有趣的方式來講的話 像我們那時候就說 我們書衛部 因為我們上稿是用星際檔案系統 一秒鐘都沒有盪掉過 前面當然也有用CDN技術等等 這個就變成話題 那這個話題大家開始討論 什麼是CDN技術 什麼是星際檔案系統 無形之中就瞭解到 戰線其實跟洩密是兩回事 所以就是每次發生這種事情的時候 我們可以拋出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概念 然後讓他用一種幽默的 輕鬆的方法 就可以擴散出去 幽默可以消滅恐懼 也消除憤怒 各種各種的情緒 所以只是假訊息 其實不分國內外 對 那要迅速反應的話 我們也要非常瞭解 國內的一些時事 你自己會常常關注各種時事嗎 因為你說你每天滑手機 你一直花十五分鐘嗎 就是可能每半小時花個四五分鐘 對啊 那你這樣要怎麼 你下面有個語情小組 會提供給你 沒有 沒有 我都自己用關鍵字檢索 就等於是大家在網路上面 只要提到我的名字 或者我最近正在處理的一些事物 反正我就用搜尋 那如果跟你無關的呢 跟我無關只要提到我 我還是會看到 那沒有提到你 你沒有提到我的話 就是看我關注的事情是什麼 像數位部 你現在提到數位部 也會看到 像這兩天 大家在討論的是高宏安的學歷問題 這個這個你有看到 比較沒有關注 就完全沒有關注 因為他就是在講自己的學歷 就沒有提到我 很不錯 然後結果因為提到了中華大學 因為林志堅之前的爭議 可能這些你就完全就不會關注到嗎 因為我是就是國中議 這個大家都知道 我知道 我國中也沒有寫論文 這部分可能就是我沒有第一手的經驗 不過我當政委之後有寫論文 所以你不會像這樣子 在選舉中的一些重大議題 你可能就不會去特別關注 因為我沒有黨派 那我對於選舉操作毫無興趣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 就是在專注我的工作上面 所以這個時事不一定在你的關注範圍 除非是跟你有關 跟國家安全有關 跟數位部的內容有關 可是我看你都很能跟得像網友的梗 那這又是怎麼做到的 因為大家都會這個拿我當梗 拿我去擁護 所以跟自己有關的梗 可以很快 我們這個之前有拍一系列的那個照片 我不是說開放二創 那二創之後就真的很多人拿去做 好像旋律拿個笛子指個手指什麼的梗圖 我就覺得很棒 所以最近我又拍了一系列照片 就把網友惡高我的那些照片 我自己再來擺一次 很可愛 不過剛剛我們其實一直在談資安的部分 還有就是對這個部的概念 就是過去如果有一些狀況的話 我們是通報給行政院資同安全處 那現在是提交給數位部 那這個部分企業就需要資安人才 你也說我們現在有很多是約平外平 那現在只有三十個人 是我們在招聘人才上有遇到什麼困難嗎 不是 而是說特別是我們資安署 或者是年底要成立的資安院 如果要聘資安相關的人才的話 不能只是說他有證照 有意願 上級考試通過 還要有一個背景查核 確保說他是忠誠於我們國家 而且他的親戚朋友等等等等 沒有一些破口 沒有一些危險這樣子 所以這段是蠻花時間的工作 就是從一個還不錯的candidate 一個候選人來 那到他實際這樣子查核完 其實可能就有時候一兩個月 或以上就過去了 所以因為我們才成立一個月 所以資安署就是實際能夠進來的人 是比較少的 那很多當然也是商調 就是他本來是公務員 但是從其他的政府機關過來 那但是因為也快要開議了 所以也有很多政府機關說 那就讓我們把總資訊撐過去 總資訊撐過去之後 人再給你們 對 所以雖然我們到明年 預計要有五百九十八人 那裡面的約聘 大概也不會超過一百人 所以事務官還是佔八成以上 但是我們現在到的人 大概就一半 那我們會需要用高薪跟民間 去搶人才嗎 如果是約聘的話 那我們目前實際給出的薪水 尤其是技術人員 大概只有業界的八成 但是還是有人願意進來 一部分當然是有人說有使命感 捍衛國家這個也有 那另外一部分是很就事論式的講 他進來可以看到的視野 是不一樣的 他本來像我本來入閣前 我也是在蘋果 但是我能夠看到的系統 就是限於蘋果自己的 能夠買蘋果產品的人 等等的需求 但是到了政府之後 等於全民都是我們的就是要服務的對象 所以那個我們叫做架構師 就是你看整個資訊架構的視野 就不一樣 那有了架構師訓練之後 這些人也不會一輩子待在數位部 他再回業界的時候 他的待遇就提高了 所以有點像是來這邊 有一個人才循環的感覺 對 講難聽一點是跳板 但是講好聽一點 就像你講的 我擴大了事 我懂得更多 其實不論對政府 對業界其實都是好事 對 那這樣子 就不會有找不到人才 這樣子的維持 比較不會 因為你說一輩子要在數位部 這是一種承諾 但是如果只是說 那我三四年在數位部 把一個專案完成 那我又回到民間的話 很多人是會同意的 不過資安這方面 當然像您所說 我可能覺得人才還不夠 或是我們的設備還不錯 但是其實臺灣官方單位 被駭客攻擊的次數 其實是蠻高的 對 我們又要舉培洛西的意思 因為如果以臺電 公布的資料的話 一天多達四百九十萬次 那您認為臺灣在面對資安的 這個基礎建設 或者是各方面 有哪一些強項 或是哪一些弱項需要補強 這些強項就是您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並不是做練習題 而是每天都有實際的題目 是 有真正意義上的紅隊演練 所以我們在培育 資安人才的時候 就是以戰代訓這樣子的做法 那這個其實也有一點像以色列 就是大家都知道說 他們推出來的資安解決方案 產品等等 叫做Battle Hardened 就是經過實戰加強的這樣的能力 那其實臺灣全世界其實都很相信 我們 比方說晶片 半導體 都願意在很多高機密性的系統裡面 運用我們做出來的產品 這個是我們對外可信任的 民主夥伴的這個狀態 那我們是這個狀態 再加上我們每天每天被攻擊 不管是資安假訊息什麼 又是全球數一數二 這兩個加在一起就是意義就是說 我們的資安產業以及產業導入資安的 這個轉型的動力 應該也是全球數一數二的 所以我覺得接下來兩年的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一方面我們跟國外的很多自通訊的大廠 甚至敵軌衛星 中軌衛星來合作 但是二方面我們培養我們國內 去針對這些新興的通訊方式 這些資訊系統攻擊的能力 就是紅隊的能力 我們就要自己打 那打下來之後 如果發生弱點 發現漏洞 我們要能夠藍隊要修復 但我們這樣這個紅藍對抗的這個能力 就可以幫助全世界去強化他們的子通訊系統跟供應鏈 就好像我自己在打辯論賽 然後我自己假裝自己是正方 又假裝自己是反方 不停不停的這樣子的反覆 沒錯 沒錯 對 那我們因為實際上就是沒事 就會碰到真正的反方嘛 對 就來演習一下 所以我們有很多實戰案例 那這些實戰案例 就很容易做成腳本 那讓我們願意學習 子通安全的朋友 有實際的 而且是最新的案例來練習 所以沒有什麼弱項需要特別加強的嗎 基礎建設等等的 是 我覺得我們這邊 還有一個可以加強的地方 就是大家全民的這個資安的意識 也就是說我今天早上才去CyberSec資安大會 我講了一個小故事 說因為我是部長 那我這個關了七天出來 出來之後呢 我看那個門禁系統 然後我想測試一下 我就週末跑過去 然後進去之後呢 我就成功登入 登入之後 我就發現我怎麼有管理員 權限 然後我就碰到我們部裡面一個專案規劃師 也是週末來加班 我說我怎麼可以維護你的這個資料 因為我已經進了內網 而且我又是部長 所以我就好像自動取得管理人權限 那可是這個是不應該的 按照零信任 所謂的最小權限原則 只有實際在維護的那個人 應該要管理人權限 而不是說因為部長督導他 部長管他 就自然有了 就自然有這個權限 所以我就馬上告訴我們的資安長 就是我們的次長 然後立刻我的權限就被吊銷了 那為什麼有人自願送出自己的權限 但是不然的話就很容易變成破口 那我覺得我們全民的在防疫的這兩年多 大家都非常的警覺 就是什麼情況下 什麼距離 有沒有戴口罩 什麼之類之類 自己會去算說 我會不會變成破口 他會不會變成破口等等 當然現在共存了 可能這樣子的能力 就是可能下次這個 再有一個新的希臘字母再來用吧 但是我們現在在資安上面 也需要這樣子的 全民的意識 就是我是不是拿了不必要的權限 是不是在這邊好像沒有驗證我的身份 怎麼就讓我進來了 是 等等 那如果大家都有這樣子的能力的話 其實就比較不會受到資安上面的威脅 因為這些破口的 每個人看到就可以把他堵起來 但我們還要來看到 其實從前面到現在 我們也講到了很多資安 跟即時通訊的問題 然後也提到了寬頻人權 那為什麼講這個 其實烏二戰爭給了大家很多的情勢 那烏二戰爭的當中 軍事專家就從武器去分析 那您注意到的就是即時通訊 對 高頻寬的 對 這非常很重要 那不過這部分 當然是特斯拉的這個執行長 馬斯克有很大的幫忙 因為他的這個心鏈 讓烏克蘭的通訊可以暢通 我們先來看這一段 烏克蘭總統 澤倫斯基跟馬斯克的對話 好 因為畢竟已經打了兩百多天了 我們先來回憶一下戰爭初起 是澤倫斯基就傳出他落跑的訊息 那很快就馬上拍了影片 然後也上傳說 我沒有逃 然後需要彈藥 不要發便車 而且馬上澄清現在現場的進度 是怎麼樣 那部長認為這一段 那時候的過程發展 值得我們接近的是什麼 是 其實我們就發現說 全世界當時都非常關心 烏克蘭的狀況 但是如果你關心那個地方 又沒有高品質的訊息 傳出來的話 那假訊息謠言 因為有那個需求 就非常容易亂竄 在第一時間也有傳出 澤倫斯基已經戰死沙場 什麼 甚至有些合成圖片 都已經出來了 但是這些合成圖片 比起他高品質 像剛剛那個視訊對話來講 當然這個是有可信度 你是調查報導的記者 你真的約得到他時間 跟他講兩句 就知道他還活著 這是一定的事情 所以最後告訴我們說 如果你只能傳 極小頻寬的訊息 幾個字 一張照片 那很容易就被假訊息沖掉 但你如果隨時隨地 都好像臨場直播這樣子 讓大家就看得到 在地的狀況的話 那麼關心你的 全世界民主的這些朋友們 第一個 他就不會慌亂 直到說 事實上你還有撐得住 第二個 我們內部的溝通指揮體系 這個才能夠確保 因為大家也不會慌亂 知道說現在實際的情況是怎麼樣 所以我們才一直都覺得說 像剛剛跟馬斯克 是談低軌衛星 那不管中軌低軌 這些非同步衛星的連結 我們覺得是非常重要 這也是我們新寫的前瞻計畫 裡面其中一項 所以我們初衛發展部有五點五億的預算 跟這個部分的發展是有關的 對 就是要挑七百個 我們國內有戰略意義的一些點 還有國外的三個點 去測試這些非同步衛星 在天災應變 戰時等等 就像剛剛那樣子看到的 即時的視訊 直播 這種通訊的方式 要確保他還是保持這個高品質的暢動 所以如果是以目前來說 在我們還沒有投入這筆預算 我們就遇到烏二戰爭的狀況的話 我們有哪些不足 當然目前還是可以靠海嵐 對 那但是海嵐 當然目前也已經南北 有一些分散 但是如果這些地方都斷訊 或者是他聯繫到這個行動網路的 核心網路中間被截斷的話 那可能就必須要用一些畫質 可能比較低的方式 或者是溝通的時候 延遲比較高的這些方式 所以我們並不是完全沒有能耐 也有一些衛星的這些 可能還沒有做到 但是並沒有像剛剛那樣畫面 非常的清楚 隨時都可以及時視訊的這個程度 所以現在並不是說是零 只是說我們要儘快 在兩年裡面去部署這個能力 讓這個能力可以確保說 不管假訊息 剛剛合成圖片 怎麼亂竄 我們這邊的畫質永遠都要比較高 為什麼是兩年 因為前瞻一起兩年 我以為是有一個那個戰爭的判斷 但是也不是說兩年結束的時候才建立好 而是說我們從明年開始就要建立 建立之後測試 測試發現不足之處 就像剛剛講紅藍隊的對抗 不足之處再去調整參數 再去部署 那像在這兩年裡面是不斷的增強的能力 而不是最後才建置起來 我們現在不是零 我們其實有部分的這個成果在這裡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發生這樣子的狀況 還不至於需要去求助馬斯克 像剛才講到就是在一些偏鄉的行網 物網 海欄 微波網路 我們目前都有一些部署 所以除非是對外的海欄全部都中斷了 不然我們在內部的這些多元意志 互相備援等等 這個還是有一些能耐的 那除此之外 之前我們還在籌備 初衛部還沒有成立的時候 NCC也有跟各個電信業者來談 因為在烏克蘭受到俄羅斯攻擊的時候 他們有做一件事情 就是開放全面漫遊 這樣的話即使你現在用某個電信商 那個電信商的基地臺遭受攻擊 或沒有連到網路 那只要你附近還有任何別的 都可以用 電信商 你就可以跨網漫遊 都可以來使用 那這樣子也增強了這個行動 通訊的韌性 那這部分之前NCC就已經開始 跟各個電信業者來討論 那現在討論的進度 其實我有去跟電信業者 他們工協會有座談 其實他們都非常願意 他們是 事實上是覺得非常重要 甚至主動提出說要去做這樣子的 聯訓 演練等等 但他們也有提出說 但是就要確保那些核心的 基地臺的機房不能斷電 不能先被攻擊 優先攻電 那我們也有幫他們跟臺電談 現在都在逐步進行中 這是非常非常好 非常重要 剛剛我們有談到行政中立的問題 那私下也有聊說 其實你可能不太關注 包括選情 其他的這個時事 但是如果是不同的政府主政 或者是不論是中央或是地方 會不會改變我們可能因應國外 或是等等的攻擊 或是一些態度 那這個不會影響 在數位發展部的這個立場 或是態度嗎 我想 不需要去稍微關心一下 我想全民數位任性的特色 就是這個是靠全民 我們要確保說大家都瞭解到 我們實際受到的威脅 以及每個人都可以採取的 因應的方式 就像在防疫一樣 當然指揮中心非常重要 當然政府非常重要 但是如果不是每個人都互相提醒 守望相助 而完全是靠嚴厲的封城 什麼方法的話 我們看其他地方的例子 大概三四個月 大家就彈性疲乏了 我們為什麼能夠維持兩年多 一天都沒有封城 就是因為每個人都有充分的 憂患意識 在守望相助的情況之下 大家分享最新的病毒碼 最新的病毒的變異訊息 然後調整我們的行為 互相去提醒說 那在這一波來 我們應該做什麼準備等等 所以我覺得在資安上 在假訊息 您剛剛關心的國安什麼 當然政府有必須要扮演的角色 但是最大程度的還是 每個人自己的理解跟透露 不過在談教育科技等等的時候 您都有提到說 比方說在做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你還有請自己的阿嬤 對 然後跟他年輕一點 七十幾歲的阿嬤 去做一個嘗試 但是在假訊息這個部分 比方說我跟年長的這個阿嬤 阿公在講假訊息 他們就會覺得那個什麼叫假訊息 他們無法理解 我們為什麼要對抗假訊息 那尤其針對長輩的 對假訊息的意識 這個部分也是社會發展部要做的嗎 我阿嬤快九十了 在烏克蘭戰爭的時候 他有一次就問我說 他看到一個訊息 說是在基府 有一位老奶奶用一個罐子的酸黃瓜 擊落無人擊 是不是真的 他也想要學 他想擊落什麼 然後我說 我看了一下好像那一罐是番茄 無論如何 就是說其實這裡的重點 就是幽默 是能夠去讓大家就事論事 即使戰爭真的非常嚴肅的主題 即使當時有各種錯假訊息亂傳 但是我覺得從烏克蘭的那個做法 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們就是不斷地什麼基輔幽靈 記得嗎 就是有各種各樣子 能夠流傳的這些迷因 那他無形之中變成全世界 關心他們的人有共同的話題 有這樣的話題網 所以我覺得以這樣子的概念 就是用幽默的方式 來讓大家能夠共同關心公共事務 我覺得這個長輩是瞭解的 而且也可以真的成為我們討論的話題 我們剛剛從談到現在 我們在談科技 談資安 其實會發現部長很關注利他平權 包括教育 包括網路 包括科技 其實您在訪問都一直說 不要讓特地的一群人被落下來了 那數位發展部的多元宇宙科 當被質疑說 這段時間 不論是您 不論是發言人 都被質疑說 解釋了 好像沒解釋一樣 那就會感覺是不是沒有用 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是說明 能不能請您在這裡 不用觀眾自己去調零點二五倍速 我用一個比較 比較慢或者是比較簡單的方式 跟我們說明這個多元宇宙科 而不要讓他淪為說 好像大家對這個東西有聽沒有懂 當然 之前我有舉過一個比喻 就是如果你的手機辦的是某家電信業者 那你搬家 搬到新的地方 他忽然收訊變得比較差 那你可以吸碼 就是攜帶你本來的手機號碼 轉換到他旁邊訊號比較好的電信商 但是你的手機號碼是保留的 所以別人還是可以打給你 那你的名片也不用重新再印 那像這個就是我們叫共通 interoperability 互通性 也就是說是尊重你想要運用這個號碼的這個權利 而不是說電信商因為你換號碼很麻煩 所以就就是你必須要去忍受 比較差的這個搜尋 那我們現在所謂的元宇宙的平臺 不管是Google的平臺 Facebook的平臺 Apple接下來的平臺等等 那目前呢到比較沒有這種分散式的身份驗證的能力 也就是說你的帳號註冊在這個平臺 沒有辦法帶到另外一個平臺去 而且如果這個平臺把你停權 或者刪除掉你的資料等等 你自己的本機電腦或手機上也沒有一份資料 也沒有辦法很容易就切換到別的平臺去 所以多個互通的元宇宙 多元宇宙科在做的 就是確保說國際上面最新的 這些把資料的掌控權還給大家 就好像西馬一樣的這些技術 我們要能夠掌握 而且在歐盟或者其他國家 開始跟這些大型的平臺談判 說那你就至少要 好比像說即時傳訊就要能夠互通 或者是視訊也要能夠互通 那好像至少跨網打電話這樣的能力要有吧 的時候我們不會被落在後面 不會說其他國家已經邁向多個整合的元宇宙了 但是我們還卡在特定的小的平臺的小宇宙裡面 其實就是把這個科技的這個互通共融性 讓他變得更適應人 而不是所有的人要去適應這個有局限的科技 對 是這樣子 也就是我們會盡可能的去讓我們在使用這些所謂元宇宙平臺上面的賬號的時候 就好像希瑪跟跨網互打互聯 或者是你的email跟我的email也是在兩個不同的網域 但是我們也可以 更簡單 我們也可以互通也可以傳訊 但是現在你的即時訊息跟我的即時訊息 又是不同的軟體 就不行了 我們就不能傳訊了 對 所以就是去打破這個返禮 然後去確保他可以互通共融 那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數位發展部的工作 這樣聽了就比較理解 是是是 不過其實剛剛訪問話題 都比較有點嚴肅 但是部長私底下其實也有很有趣的一面 我們先來看一段你去年幫五倍券拍的廣告 是 這廣告人其實很大討論 是很不一樣的唐豐 你私下是這麼有趣的樣子嗎 還是這是配合劇本演出 當然是配合劇本演出 可是你演得好自然喔 沒有包袱耶 是這樣嗎 是他們本來的劇本是關於腦破控制的 但是就像你說的 其實三倍券的時候用過了 五倍券再用同一個 好像有點腦梗 所以他們就二十四小時之內抽換了新的劇本 然後我就再配合新的劇本演一次 有人指導你的肢體動作或是你的語氣 有有有有跳舞的老師 但是可能因為後製出業時間不太夠了 所以我覺得如果再給 當時如果再給二十四小時的話 可能剪出來會比較好 不過當然民間也有朋友自己再去二創 甚至自己再挑一次 我覺得我們就是提供素材嘛 那本來就是讓二創變得比本來的原創要更好 更有趣 對 更有趣 我這樣我覺得你好沒有包袱好厲害 不過其實我看了很多您的專訪 那網友在下面YT的留言都會有這樣一句說 唐豐好溫柔喔 說話好好聽喔 是是是 就好像你不太會有一些情緒起伏 然後被問到什麼時候會憤怒 你說如果對方很生氣 我可能會被影響 對 被問到什麼時候很悲傷 切洋蔥吧 如果對方很不舒服 那我可能也會被感染 那好像這都是從別人而來的 你自己不會有一些自發性的很悲傷 或很憤怒的情緒 我剛剛說切洋蔥 對啊 眼眶就紅了 這還是從外來的 是是是 就是你不會看到什麼東西 或是因為什麼東西 而真的很悲傷 很憤怒 很受傷 或是很 其實有的時候看到那種 比較情緒強烈的措辭 人身攻擊 特別是我沒看過的 其實我也是會感覺到受傷 但是呢 我有一個很快轉念的方法 叫做精神按摩 就是我不會在憤怒的情況下 去留言 或者去回訓 我如果覺得憤怒或委屈 那我就立刻就去沖泡一杯 我沒有喝過的飲料 因為我在那個廚房有很多不同的飲料包 我就可能C二十取二 就是之前沒有混合過的兩種放在一起 然後就會知道說 這是牛棒配薄荷的味道什麼之類的 那因為院士長 就是在腦裡面他有一種新的正面的刺激 配上一個負面的視覺刺激 但是因為正面是發生在嗅覺 味覺這邊嘛 所以他以後 我再看到同樣罵我的這個字的時候 我腦裡浮起來的 可能是一段 對 很優美的音樂 或者是一個新的味覺 或者一個新的嗅覺等等 所以這個時候我就可以平心靜氣 就事論事的去回應他 所以就好像指壓按摩 按到那個酸痛的點 但是你不是去硬去撿 而是說你放一點香氛 放一點音樂 把它揉開 揉鬆嘛 是 那個地方揉開之後 以後人家再碰就不會通了 所以你是有自覺的去主意到情緒的防護牆 讓自己不要去陷入那個情緒裡 對 那我就發現說 我如果是 那你不會想要去感受這種急悲急怒 那也是人生的一種滋味 對 但是如果是隨便就被網友能夠觸發到急悲急怒 那似乎是沒有必要啦 因為我發現說 我如果是在滑手機 觸控螢幕 滑久了 真的是像你說的 有一點不可自拔 好像是螢幕在滑我 會變成說會被裡面 那個情緒捲進去 但是因為我都是隔著一層 你看我都是用鍵盤 用滑鼠 用觸控板 至少也要用一支筆 所以我就是 去隔絕 所以看到這些留言說 我就隔著一支筆 筆放下來就很容易 比你滑動放下來容易 那我就放下來 再去泡一點飲料 放個音樂 那就又精神按摩過去了 就像是你的專屬貓薄荷一樣 有一種這種感覺 是齁 但是這個也是 我很好奇的地方 就是你是有意識的 讓自己不要對手機 或是對網路上映 沒錯 還有沒有其他東西 能夠讓你有成癮的感覺 其實任何東西 只要讓我有成癮的感覺 我就會很有自覺的 去把它隔開 因為我有一個時間結構 大家知道是半小時 一定要休息五分鐘 用半血中工作法 他的目的就是不要成癮 所以我常常很容易投入什麼東西 費寢忘食 就忘記時間 但是自從用了 半血中工作法之後 至少半小時一定會稍微休息一下 像我現在在數位部的辦公室 我也是一個站立桌 並不是坐下來 因為坐下來辦公 很快時間就忘記 就過去了 但是我站著手腳會痠 就提醒我半小時快到了 出去走一走 聊一聊這樣 這樣不會覺得心如止水 我們可以說他是一個境界 但有時候也覺得不會很寂寞嗎 沒有一些很強烈的感觸嗎 有啊 只是比較快過去 我剛剛講的都是說 有強烈的感觸 有一個全新的罵我的方法 我一開始也會覺得受傷 但是因為透過轉念 所以半小時之內 我就把它變成一種 也可以用欣賞的態度來對待呢 這個網友把我哭搜成一個很醜的照片 我下次就擺這個pose 就是就可以把它轉成一個比較開心 所以你說有沒有不舒服 有沒有高興 兩個都有啊 其實這兩個中間的時間比較短 不會陷在那邊 變成trauma 變成一個創傷 那換句話說 其實也因為縮短了那個時間 或許你可以感受到的東西變得更多 沒錯 單位時間裡面經驗更多 這樣子其實也挺好的 還不錯 對 但因為有這些情緒 大家也很好奇 你知道大家都覺得平凡人跟天才的距離 你能夠常常遇到 能跟你說上話的知心好友 當然可以 而且像我最近 就是在尋回各個我們的私屬 我們就確保說 不是我只對次長 或司長 或組長 科長 而是每一個人 他可能之前也有看關於我的書 我們就用一個匿名的slider 讓所有人來提問 所以當然也有提像你剛剛提的一些 關於我的生活化的問題 我們也會問科裡面的同仁說 那你在工作上面有沒有什麼覺得 你就是看到非改不可 但是之前都沒有好好被處理的事情 那甚至還可以指定代答 就是提一個沒有回答問題的人說 他幫我回答好了 然後這個很快的 我們同仁就學會說 那我也可以點部長代答 就是我們盡可能的是高頻寬低延遲的 去確保我們即使是在工作上面 也是像您剛剛講 是可以變成比較平等 聊自己的生活 聊自己工作的感受 這樣的關係 而不是說好像部長高高在上 格好幾集這樣子 但是你能夠聊 會聊什麼 你生活中你會聊什麼 你會聊你的工作 還是聊你的興趣 像寫詩 像翻譯 還是你看了什麼書 看了什麼電影 這麼這麼一般的話題嗎 都會啊 因為我們的想像 喜歡看科幻小說 就會聊科幻小說 那上次巡迴的時候 我們也聊到說 因為剛好有委員在問說 我們為什麼邊出國預算 為什麼不視訊開會就好了 對 那但是當然我們自己主辦的 是有視訊加入的可能 但是出國其實最主要的是 從來沒有見過面的人 如果你跟他視訊 其實就是兩邊看稿子 然後那只是能講的講 但是如果是真正對對方 有一些疑慮 有一些不解之處 其實真的是需要面對面 我們靠一些非語言訊息 才能夠把這個衝突化解 那等到我們當然有一些交情了 之後再視訊 這個溝通的頻寬才會夠寬 所以就有上次巡迴的時候 資源司的同仁說 對他來講 就算他坐經濟艙 他其實脊椎不舒服 他有一些素疾 那有時候就是真的 商務艙坐到脊椎都麻掉 那但是他還是寧可選出國 面對面 對 而不是視訊 那為什麼是因為他這樣才能夠聽到 人家對我們國家 有什麼不滿之處 有什麼我們之前沒有做好的地方 有什麼兩邊溝通的障礙 才能夠面對面去解決 這個非常重要 面對面其實是一個很即時的東西 但是你知道面對面訪問你 是所有主持人的噩夢 為什麼 之前名人書房的詹慶玲 對他有說要你也在訪問你之前 剛剛我們有見過 他說要你提剛問你 真的是最難的一件事 跟耐吉很棒 底下留言一片稱讚 是當然 然後像博恩 他不是當面有說訪問你 他覺得好像有自卑情節 好怕問了什麼笨問題 被他在事前跟我說 我講話能夠多快就多快 像一個節目效果 對 可是我很好奇的是 因為大家對你 對你的印象都覺得是天才 雖然你說這是外界的標籤 但沒有辦法 我們就是會被標籤影響 那也會覺得在你面前 是不是好像就低一等 特別笨 雖然你被問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都說我沒有覺得 誰特別笨 怎麼可能 對 但你的情緒 你在知識方面是非常敏銳的 在情緒方面 你會感覺別人在你面前的 這種自卑情節嗎 當然 所以才會一直拋梗 一直幽默去化解掉他 我覺得很多時候 像我們這樣子面對面的討論 我自己剛剛也有很多retake 咳嗽 常新冠 希望不要持續太久 就是我並不是大家覺得說 好像百分之百完美的 不是這樣子 那所以我覺得我越比較早 表現出這樣子的情況 那我們中間的這個 好像有點像一個偶像包袱 迷思啊什麼 就越快拋掉 那這樣我們才真正能夠 就事論事 你是從什麼時候意識到說 你可能需要先表現出 不夠完美的這一面 才能夠打破 你跟別人之間的距離 這不是一般的嗎 都是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很小的時候吧 大概就已經有這種感覺 就是其實說真的我不管是您剛剛講知識上面或什麼 其實就是我對我有興趣的東西 當然會花很多時間投入很瞭解 但是我如果沒有那麼有興趣的東西 像您剛剛講選情什麼 我真的不懂 所以我就會說 那我不懂 其實沒有關注 那你要不要跟我講一下 怎麼樣等等 所以我覺得重點都不是說 一個人他能力怎麼樣 而是說願不願意 就自己不懂的地方 比較虛心 然後就那你教教我們 我們來聊一聊這樣子 但是我另一個好奇 就是你為什麼願意接受這麼多專訪 因為你的證物很忙 自己的時間很珍貴 但是因為我剛才講 凡人去想像天才的煩惱 我們我們可能都有一個局限 所以其實我看到很多問題 你已經一而再再而三 可能已經回答幾百次 像光是睡前看書 然後睡覺就記得這件事 已經已經回答很多次 然後怎麼保養頭髮 皮膚為什麼這麼好 也回答很多次 因為你可能是想要宣傳 也許當時政務委員 一些政這個政令宣導 或者是包括現在告訴大家 數位發展的重要 但因為有很多是針對您個人的好奇 你不會覺得不耐煩 你為什麼會接受這麼多訪問 不會 一方面是 我覺得我也在鍛鍊 我舉例子的能力 像剛剛講到那個多個元宇宙 是 可能如果一開始舉的例子 大家覺得比較難理解 我就再換一個例子 再換一個例子 我有試過跨航轉帳的例子 有試過這個E-mail的例子 即時訊息的例子 那最後發現說電信跨網互打吸碼這個例子 大家比較能夠接受 可能因為這個結構是最像的 就是電信商 因為確實你修訊不好 就是不好 那想要跳槽就會擔心說 那我的號碼要換怎麼辦 那這個情況跟剛剛講 Facebook Google Apple 可能是最像的 是是是 所以這樣子講了 真的就 就能夠過去 可是我也是回答到第四詞 才能夠很流暢的 舉出這個例子來 你把他當一個在做實驗的事情 對對對 就是盡可能在極短時間裡面 最好是十幾個字裡面 就可以很明確的 把一個概念講清楚這樣 這我很佩服 因為訪問一直被問到同樣問題 然後可以不厭其煩 就每次都可以講得再清楚一點 那你有沒有自己想要訪問的人 自己一兩位 要在世的 就是你會想問他 你想要好奇會問他什麼 像之前問那個Yuval Harari 就是那個人類大歷史的作者 就有訪問到 現在是一個moderator 我們兩個對談 後來我就覺得 那次對話的感覺很好 所以我就想說 那是不是就是關於數位相關的 一些事情 我們也可以約全世界 跟這件事情相關的朋友 那剛好我們這邊可以講友臺嗎 台灣plus 有臺 有一個節目嘛 就是台灣plus 邀請我去做video podcast 所以因為當時我是政務委員 所以我們就規劃了一些社會創新 像Youtube的陳世俊 或者是開放政府相關的 像Pia Marchini 阿根廷的一個運動家 那或者是我們AIT的處長 孫小亞處長等等 那我就都有訪問到 那我們在靠近年底的時候 我們正在規劃第二季 那可能就是邀請全世界跟我類似的 就是digital leaders 負責數位部分的一些朋友 那我們來對談看看 越多互動 那我就越發現說當主持人 真的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要訪問你更不容易 但也有很多也是我個人的好奇 就像柏恩是要對你公開示愛一樣 很多呢 就是比方說 你看不看體育活動 看不看動漫等等 因為其實你在訪問裡面 舉例的時候會用到 你是剛好看到別人提了 就用 還是你是會去看 動漫會看 但因為我現在工作 就是loading負債比較重 所以通常我不會去追劇 像荊棘的巨人是 他最後一話畫完 然後我花兩天兩夜把他看完 就是我就剛開始的時候 有注意 覺得很棒 但是我真的沒有時間去追 所以就等他畫完的時候 一次看完這樣子 那如果是電影的話 如果比較長篇的 像劇集 影集 有時候真的就連追劇的時間 一次看完都沒有 那這樣就只好去看劇本 然後很快的把它掃完這樣 對 因為看劇本 你的閱讀比這個 對 我看字比較快 是 不過如果說到追劇或什麼 你還是有很多喜歡的科幻小說 或電影嘛 像您也是在《明人書房》裡面提到的 那一本《你一生的預言》 是 江峰男孩還有《呼吸》 對 那也是您 因為這個你一生的預言 他翻拍成電影 一心入鏡 也是你最喜歡的科幻電影 對 那個真的很不錯 我是應該先看到電影 再看到書 對 因為其實電影有一段 就是很 看得很感動 是因為你儘管已經知道 人生旅程的終點跟方向 可是我依舊會去擁抱他 然後欣然接受生命裡的每個時刻 就是像我以前說這種 雖千萬人無亡以 或是我已經知道終點在哪裡 不一定美好 我還是要往那裡去 這很勇敢 那你覺得自己是這麼勇敢的態度 你還是會 目前為止 你有欣然接受生命裡的每個時刻嗎 確實 就是一個欣賞的態度 雖然說 當然不可能預知說 接下來是怎麼樣 但是因為對我來講很簡單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知道說 我睡著了 不一定起來 所以我只要在睡前 我學到了什麼 我可以公佈 發表給大家 那我起不來也沒有關係 所以對我來講 等於每天每天都是一個新的章節 這樣 很美好 但是有沒有到目前為止 你覺得做得不夠好 或是對自己會失望的部分 每天都有 一定的 對啊 像剛剛講說 就是某一個例子 可能舉的 大家不明白 或者是說 講話講太快 然後就過於抽象 或者是說 可能講話沒有講得太快 也沒有過於抽象 也有舉例 但是呢 你問問題的那個脈絡 我沒有足夠瞭解 所以只回答了一小部分等等 我其實常常都會回去重新聽 像我們這樣子 所以所有你受訪的內容 你都會重新再看過 或至少竹子稿 對 如果有留竹子稿 下來我會重新看過 就想說下一次怎麼樣更好 那下一次怎麼樣更好 到目前為止 你的人生歷程 你有後悔過嗎 有覺得在哪一個部分 你可以走一條不一樣的路嗎 我覺得對我來講 都是可以更早走 而不是說後悔 而不是說不要走 像說我十四歲十五歲鼓起勇氣 跟校長說我要輟學 但其實我十三歲就可以做這個 我沒有那個勇氣 或者是說更早退休 對 我二十四五歲去環遊世界 然後去幫我在網路上面認識的一些研究者 一起做研究 但是其實我二十出頭就可以做了 我是等了四五年才克服那個我要住陌生網友家裡 這樣真的安全嗎 這樣子一種心態 所以對我來講 其實大部分的限制都是自己給的 能夠突破自己心理的限制 就可以去走那條路 所以我每次回去看的時候 都是覺得其實還可以更早一點 但有沒有期待未來生命裡 會有什麼樣的新的發生 新的發生 當然我現在是蠻期待搬家 為什麼搬家 對 因為我就是週末都會 不管視訊還是時機回淡水 因為我家人都住在淡水 那我現在因為接了部長 所以要從政委的宿舍搬出去 所以就要從大安森林公園 就是信義大樓那邊 然後搬到好像接近劍壇站 那邊 所以接下來很期待的 就是有一個新的生活圈 然後又離淡水比較近 可以更常這個回家裡看家人 所以你覺得跟 因為尤其你的父親 跟你的母親 在成長的過程 不論是在知識方面 情感方面 都給了你非常多的愛 而且安全感 也讓我更願意接受新聞採訪 對吧 他們都是新聞工作者 所以你不會很抗拒 他們都是資深的新聞工作者 那他們會跟你抱怨 以前的媒體 跟現在的媒體有什麼不同 不是抱怨啦 就是對他們來講 新聞工作是有明確的公共利益 確保說在這個民主社會裡面 每個人在討論事情之前 都有一些基本事實的這種確認 所以其實我們也會聊到 就是說獨立的媒體 調查新的媒體在烏克蘭裡面 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 讓全世界可以理解到說 實際發生的事情是怎麼樣 脈絡是怎麼樣 他們的公民 自己透過自媒體等等 都可以發生 其實非常鼓舞 他們這些新聞工作者 所以我會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新聞業的公益是絕對沒有話說 其實我發現你好厲害 因為你在接受好多訪問 就算在聊你個人的東西 最後你還是可以聊回你的本業 所以必須要跟跨境大型平臺共融 太厲害 今天非常謝謝你來到現場 也讓大家更認識數位發展部 跟你本人 謝謝 謝謝您收看今天的調查報告 我是廖芳姐 我們再會 MING PAO CANADA